镜头之急,无群使用美制GBU-39炸弹,猛烈轰炸俄罗斯库茨克地区,现场爆炸声不断,冒出巨大火光与真正浓烟。 但俄罗斯军队也持续加强对乌冬地区的攻势,当地官员证实,稍早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一栋公寓大楼,造成至少10人受伤。 哈尔科夫市长特雷克夫也证实消息,跟透露受伤的市民中,包括一位年仅3岁的女童。 乌克兰总统泽伦司机怒轰,俄军近日对哈尔科夫展开一系列突袭,并表示将在本月与德国举行的军援会议上,持续喊话盟友提供更多支援。 同时也呼吁邻国盟友,共同防御乌克兰领空,协助击落来自俄国的无人机和飞弹。 反映乌东战局变化的,还有乌克兰军方稍早证实,乌克兰在盾内此刻南部的重要防卫据点布格列达尔沦陷。 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,两军多次在此展开激战,乌军在此坚守将近两年,仍不抵俄军猛烈攻势,目前已宣布撤离。 乌克兰南部军区发言人沃洛欣进一步表示,目前俄军正集结兵力,准备攻击布格列达尔一系的村庄,企图破坏乌军的补给线。 而外媒分析指出,随着布格列达尔宣告失守,后续恐怕也将前动对内斯克南部的战局发展。 记者张首快整理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